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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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随时可以去人事交接一下 好 好 什么交接 你要离职啊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你找到新工作了吗你 工作总会有的 你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 真的好了吗 放心吧 我身强体壮的 我身强体壮的 对了 你 许一轩 你过来 我有工作要交代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你是说 让我把这些文件全都录成电子档 没错 我觉得我们可以问问相关的工作人员 这些文件的电子档在哪儿 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些重复的工作吗 问过了 电脑坏了文件都丢失了 那还真是不幸呢 开始吧 好 为什么我小小的身躯却要背负这么多 你这么盯着文件 文件是不会自己录入的 好 雨萱 我已经做完了交接 你晚上有时间吗 离开前想请你吃饭 吃日料怎么样 没有时间我也会挤出时间的 我们还是吃李哥烧烤吧 我请客 你确定吃这个吗 高级餐馆的价钱和气氛 让我没有胃口 吃烧烤才尽兴 老板你怎么抢我手机啊 你这是侵犯隐私啊 给我 工作时间不能玩手机 你完成今天任务了吗 否则要加班 多少任务啊 三分 五分 五分 五分就五分 让你见识见识 我打游戏练出来的寻家无影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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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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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呢 我检查一下 你的工作 你这个文件上是什么 那个 这不是意外 我平时不这样的 我电脑怎么黑屏了 我文件还被保存呢 老板 你踩着电源了 我没有 好啊 顾总你睁眼说瞎话的水平 也是CEO级别的 我现在饿了 我要出去吃饭 不行 为什么 你工作还没有做完 而且 我警告你啊 你不许跟过来 好啊 我 我踩的吗 我踩的吗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老板实在是给我布置了太多工作了 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气死我了 没事的 你来了我就很开心了 快吃吧 你一定饿了 你点了这么多呀 那我们先喝一个 干杯 虽然呢 我已经不在故事了 但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随时联系 白斌 从我们认识以来 你已经帮过我太多了 我还没跟你好好说谢谢呢 怎么可能还会麻烦你啊 你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朋友 当然可以互帮互助了 就是因为把你当朋友 我才不跟你客套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 那你一定要跟我说 知道吗 当然 对了 那你这次辞职 是因为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头疼的问题 发生什么事了 雨萱 其实我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来约会的吗 就吃这个 看着就不好吃 顾总 要不也坐下来尝一尝 我不是来蹭饭的 我是来提醒某些人工作 我还没有做完赶紧回去工作 我还一口都没吃呢 好啊 给你五分钟赶紧吃吧 白宾 我们不理他 我们吃我们的 对了 顾总 对了 顾总 我觉得呢 男人就应该有一些男子气概 就应该大口撸窜 大口喝酒 像白冰这样就很男人了 某些人 该不会是不行吧 你这么认真干吗 不信也没有关系的呀 我们又不会说出去 是吧 你 那你就给我证明看看 你的男子气概 我觉得你 不够了解顾严重吧 但是我足够了解男人 你要不信 你就看他是不是总想方设法 不让你跟别的男人单独相处 还有 就是在别的男人面前刺激他 如果他充满了好胜心 让他就绝对绝对是喜欢你 你 对 promotes 喝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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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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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我知道你的难处 为了隐瞒着股东和董事们 很辛苦吧 你怎么知道 我做了你五年的助理 连这个都才追不到的话 那工作也太不认真了 顾总 我真心地祝您 能顺利地拿下一亿元灵的项目 顾雁城呢 顾总说公司有事就先走了 顾雁城这人到底什么意思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难道刚才都是我会错意了 连轩 怎么了 快吃吧 两个就不好吃了 是啊 还是吃饭比较重要 顾总 顾总 奇怪 人呢 喂 喂 喂 小仙女 顾雁城在你身边吗 没有啊 不对啊 她今天推了重要客户来陪你 关键是 关键是我现在有个文件 需要征销她的意见 这人也找不到 电话也打不通 急死我了 我 她今天本来是跟我在一起的 可是没有打招呼就走了 那你知道她现在会去哪儿吗 如果你都不知道 那她只可能是去了那个地方 嗯 顾总 老板 你 明明就不能喝酒 还要一个人躲起来喝闷酒 顾雁城 没事吧 天啊 我真的有感觉 难道我真的喜欢顾雁城 不可能不可能 啊 顺雁城 你来了 你来了为什么要走啊 你 还好吧 我 我当然没事了 我很好 别喝了 你酒量又不好 这样喝就很伤身体的 伤身体 那要怎么样 反正我也是个废人 有什么可怕的 你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废人呢 你还让不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活了 你可是故事的总裁天才雕刻艺术家 你的作品千金难求 你怎么能会是个废人呢 你看 这双手 看见了 这就是老板您上了上亿保险的那双手 这双手 你说错了 这是一双 再也不能雕刻的手 一双不能被别人看见的废手 因为这双手 准得可远地 那你不能 аб說 than what 你去远邻 不能夁约 这chten的话 那就行 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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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别这么沉默自己了 要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老板 住的材 undgrassi 固迁成 你醒醒咱们还回家呢 固迁成 开口 是走了 quarterback 我 oppression 不 Albanian 我闺嘴 不讲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了 我去开车了 我去开车了 雨雪 这是新出的蜜桃柚子茶 你尝尝 你尝尝 来 谢谢爷爷 爷爷 其实我这次冒昧来 是有件事情想要问你 什么事 你说 那个 顾总的手 是因为什么不能雕刻的 这是你也知道了 是他告诉你的吧 昨天晚上 顾总一个人在喝闷酒 喝多了 喝多了以后告诉我的 但是 他没有告诉我原因 这 你还得去问他呀 我觉得不能雕刻这件事情 对顾总的打击很大 所以我不想让他再伤心了 我也去问过邵总 可是邵总说 他也不方便告诉我 所以我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问您比较合适 雨雪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件事呢 我想帮他 好 说起来啊 还是五年前的事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第七届金雕奖 金奖获得者 让我们恭喜雅具作品的雕刻者 顾艳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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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对公司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顾总呢 就把车祸这个事件就压下来了 外界只知道 严陈生了一场病 就从那以后 她就再也不能雕刻了 好 可是我看顾总的手平时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她的手康复的还是不错的 各种机能都非常好 可就不知道为了什么她就不能拿雕刻刀了 所以医生也怀疑是不是心里有障碍 但是经过了心理治疗还是没什么奇色 这是一双再也不能雕刻的事 原来 高高在上的你 也会有这样的痛苦啊 继续 因此 云一起 Luongo 是 还是 不 因此 焚猜 还有 他们会在本周五的下午 董事会上决议项目金标的见面 如果我们想争取 最晚 周五的上午必须给他们答复 否则 他们就不再考虑故事了 你打算怎么办 拒绝 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毕竟你之前不是说 已经有所恢复了吗 我又尝试了一下 还是有些勉强 好吧 好吧 那需要我这边帮你回复吗 不用了 汪总那边 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 会议快开始了 我们走吧 老板 请你吃午饭 有时间吗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你竟然露出这种诡异的笑容 说吧 什么好事 约会 约会 跟谁约会啊 咱俩认识这么久 我还没从你嘴里听到过约会这辣词了 不会是 扫天旅吧 果然 你 你们俩什么时候进缅到这个程度了 你可以啊你 顾炎诚 闷不吭声的下手够快的呀 你什么时候跟小小女表白呢 什么表白 表白说你喜欢她呀 并没有 不过 她问我是不是喜欢她 那你怎么回答她 没有回答 你这男人也太不解风情了吧 那我要是小小女呢 我肯定生气不理你了 太丢面了 她也没有生气 她没生气 她没生气你咋是高兴什么 她不生气说明 她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是吗 可她不是请我吃午饭吗 好 大哥 请客吃饭 是多正常的人类社交行为啊 什么谈生意啊 求帮忙啊 道歉道谢啊 都可以请客吃饭啊 而且还是工作日子午饭 我真不明白你在这儿幻想什么呢 这不算约会吗 顾大少爷 今天我就给你明确一个知识点 只有成为男女朋友的两个人 社交行为 才能称得上是约会 而且约会是要有仪式感的 你要去精心做准备了解对方的喜好 去做完美的计划 还要准备惊喜跟礼物 这才称得上是约会 明白吗 看来我需要好好想想 我先走了 喂 喂 喂 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呀 这儿还有好几件事 等你拿主意呢 我算是明白了 什么叫春宵古短日高期 从此君王不早朝啊 挺好喝 老板 你想吃什么呀 我请客 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哎呀 为了感谢你前两天照顾我辛苦嘛 所以想是请你吃饭感谢一下嘛 请客吃饭 是多正常的人类社交行为啊 什么谈生意啊 求帮忙啊 道歉道谢啊 都可以请客吃饭啊 果然 果然什么 没什么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鲁川月酥米遮香灰 八大菜系 你选一个吧 而且约会是要有仪式感的 你要去精心做准备了解对方的喜好 去做完美的计划 你喜欢吃什么 我 我的话妈 好像都挺喜欢吃的 非要说的话 那就川菜吧 我知道有一家川菜馆特别好吃啊 他们家那个变态辣 简直辣得怀疑人生绝了 那就吃这个吧 老板 你不是不能吃辣吗 能受得了吗 你都能吃 我当然能吃 棒 老板 请 老板 这道呢 叫藤椒馋嘴蛙 这一道叫烧椒拌兔崽 这道叫牛气冲天 最后这道就厉害了 它叫绝带双胶鸡 拥有二斤条辣椒 还有红小米辣的双重混合辣度 特别过瘾 老板 咱们先试试 你要是实在忍不了的话呢 千万别忍着 毕竟啊 这儿只有咱们两个人 男子气概什么的 可没有你的胃重要啊 老板 你 还好吗 老板 你 还好吗 那就好 那就好 老板 老板 你怎么不吃菜呀 我饿了 吃饭 老板 你这个人真的很爱逞墙啊 老板 你这个人真的很爱逞墙啊 服务员 加菜 服务员 加菜 老板 你这个人真的很爱逞墙啊 服务员 加菜 老板 我这个助理当的还算洗心秤职吧 还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求一个小小的员工福利呢 你说 我不是快过生日了吗 我想问您要一件小礼物 还要准备惊喜跟礼物 没问题 那我要什么都可以吗 当然 随便选 那可不行 这个福利可是来之不易 我得慎重考虑 那你边吃边想 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 好 谢谢老板 我们来这儿干吗 既然你要选择买什么礼物 那来这儿看看 应该会选得比较快一些 去商场买呀 买礼物不都在商场吗 走吧 等等 我已经想好我要什么礼物了 什么 我想要的东西 只有一个地方有 老板 就是这儿了 你想要的礼物就在这儿 嗯 这雕刻馆中的藏品 都属于非卖品 你如果实在想要的话 我得去跟爷爷商量一下 放心吧 我已经跟顾爷爷说过了 他已经同意了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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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了 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里 你想要我的作品 那当然了 雕刻天才的东西谁不想要啊 再说了 商场里面卖的那些都是有价值物 老板 你雕的这些 应该算无价值宝吧 那当然 这些 都是我过去雕刻的还不错的作品 你喜欢哪个可以拿走 这儿没有我想要的 可现在只有这些 老板 你能不能亲手为我雕刻 为一件小小的东西啊 什么都可以 我不挑的 老板 我知道 你的手现在不能雕刻 但是这件礼物我不着急的 你可以慢慢来 你怎么知道 昨天你都告诉我了 你不记得了 我都告诉你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才放弃了 一遇元灵的签约对不对 但 能不能请你先不要放弃 你的手势没有问题 你一定可以克服心理上的障碍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敢问你 所以 我去问了爷爷 求他告诉我的 作为我的私人助理 你是不是有些越界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 你不必过于关注 我只是 你先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对 你 对 对 对 这些人 我自己来说 对 你自己去做 做的 还没有 我说 好 我还没有 我去做 我去做 你总会碰到很多残酷的事情 有的人会因此一蹶不振 变得再也没有信心 但我觉得 其实你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雕刻 不是吗 所以既然你都坚持到现在了 那么就拜托你 请你继续坚持下去吧 那才是我想看到的 你英雄的样子 我想看到的 我一点点东西 我还没说 你到底没说会儿 你为什么要去打仗子 这个是很小的 你为什么要去打仗子 我一个英雄的大 Stay